软银按下了投资中国的暂停键 尽管我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 但在中国政府管控加强的背景下 需要进一步观察哪些领域的风险更小 在那之后再重新考虑投资 预计这个过程需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8月10日 孙正义在软银集团4到6月才报 换上透露上述信息 孙正义相信 一两年后 中国的新规则将创造一个新局面 软银在中国的科技公司 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包括滴滴出行 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 而今年以来的反垄断监管 为这些公司的股价带来了巨大的变动 7月以来阿里巴巴股价已下跌14% 七部门此前联合进驻滴滴公司 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这也让软银投资的项目价值缩税 根据软银公布的2021财年突易财报 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7615亿日元 去年同期为1.2557万亿日元 同比减少39% 软银运营着规模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是全球最知名的中国初创企业投资者之一 但在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软银投资的一些公司的违规行为之后 软银许多投资项目的价值近期已大幅缩税 此前一些科技公司火爆上市 引发的狂热情绪率有降温 Vision Fund投资组合中高企的估值出现下滑 压定了软银最近一个财技的盈利 孙正义在东京举行的财报新闻发布会上说 整顿行动已经变得如此不可预测和广泛 软银及其基金计划在风险变得更加清晰之前 暂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虽然中国仍将是一个技术和人工智能创新的中心 但在投资方面我们将看到很多新法规出台 孙正义称 我想再多等一段时间 看看是什么样的监管规定 监管范围有多大 对市场影响几何 孙正义进一步表示 我并非反对中国政府的做法 也不是对中国市场的未来有任何怀疑 只是希望在政策明朗化及落地告一段落之前 审时度视地进行谨慎的投资 我相信再有隔一年两年 新的政策及行业规定会基本定下来 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积极地开展投资 院井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弗尼特·戈维尔也表示 虽然打击行动影响了回报预期 但我们在中国的总体观点没有改变 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机会 软银中国资本今天也发布声明表示 软银中国资本有注意到相关的媒体报道 对于日本软银集团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我们不予置评 软银中国资本将一如既往的致力 于在中国投资优秀的高科技 高成长性企业 但软银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遭遇重创 可能会让未来几个月的回报前景变得暗淡 花旗的一份报告估计 截至三月底 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 占软银投资总额的44% 这主要是因为对阿里巴巴的持股 这些投资也占到愿景系列基金 那已产生未来盈利的投资的很大部分 有些影响 比如滴滴受罚 主管部门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调整 以及义务教育 双减新规等 对中概股市值或者估值的调整 得记在软银下一个季度的账上 这些损失目前看来不会小 比如掌门教育在 其月底的双减 新规出台后市值要站 软银的投资浮亏近6000万美元 收房产交易领域的反垄断影响 贝克市值较 5月缩水 6时 软银对其投资的净收益从 6月底的370亿美元下降至 8月初的158亿美元 软银在京东物流的投资收益 也从6月末的2900万美元盈利 变成8月9日的1.73亿美元亏损 随着监管机构指控阿里巴巴存在反竞争行为 并除以创纪录的罚款 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2月份的高点下跌了近30% 最大的影响还是滴滴 自2017年算起 软银在滴滴的投资多次加仓 后者上市时 软银远景基金的持股比例为21.5% 为滴滴最大股东 在监管机构因其所成的数据安全问题 对滴滴进行处罚后 该公司的股价比6月份的首次公开募股价格 下跌了三分之一 截至8月9日 孙正义这装成本超 120亿美元的投资已经浮亏 28.34亿美元 满邦集团的股价 较6月份的IPO价格 下跌了约30% 此前 中国监管机构对该公司发起了网络安全调查 类似于对滴滴的调查 满邦集团是一款类似于优补的中国卡车应用 今年早些时候 在监管机构暗示 字节跳动也需要处理数据安全问题后 该公司无限期推迟了 原本有望成为重磅IPO的上市计划 Vision Fund向字节跳动 和满邦集团投资了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资金 Asterisk Advisory Japan分析师David Gitson表示 很多似乎有望取得的收益 目前看来已不太可能 有业内人士表示 软银可能只是暂停同时在观望 且其CFO说对华投资策略不变 对中国新经济信心不变 大可不必过度解读 有VC圈人士惶惶 主要是担心多轮融资无人接盘 因为往往融资到最后都想找软银忽悠 这大约也在释放出一个讯号 一些初创企业或者潜力鼓毒教授 想要顺利融资 可能难度会增加 并且估值相比过往 也会有一定的折扣 要做好当一个长期主义者的准备